草原大气的厚瓷 在戒严时期 曾经是戒备非常森严的军事重地 其中包括了这条长约 大约是150公尺的地下战备坑道 在坑道里头 设有当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 战时调度指挥中心 而在坑道当中 一共有三个逃生出入口 连通的是前后子虎 在里头有厨房 有柴油 有送风以及照明等这些设备 蒋介石在这座地下的指挥中心 运筹帷幄 他组织了207名的军方精英 共同研拟了这一份国防计划 包括而是敌前登陆 敌后特战 敌前袭击 城市反攻 以及应援抗暴这五类 每一项作战的构想 都想拟到了诗的任务程序 军方也的确曾经进行过预备演绩 不过这项反攻计划 在当年却遭到了美方的反对 火光计划就这样子静静地躺在 厚瓷湖的指挥中心 我们来看资论记者 陈乃杰 林家发的报道 1949年12月10号 共军禁逼成都 城外炮身震天坐下 国共内战致死 国民党大势已去 蒋介石在蒋经国陪伴之下 前往成都凤凰山机场 搭上了飞机飞往台湾 从此之后 蒋介石在他有生之年 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步 蒋先生 在大陆 是去的政权 被人锁到台湾来 就是他一生 引为其始大陆 所以从大陆台湾来以后 他所做的 我们讲一个的建设工作 唯一得以一个目标 就是要绑到台湾 蒋介石以为 丢掉大陆只是一时的挫败 终有一天 他会率领部队反攻大陆 蒋介石 他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 他在每一个年代里面 都有他的反攻大陆的过小 不是只有到晚年 其实到我们看他的日记里面 从3940 41 4号 几乎每年都有他在 这个来构思如何反攻大陆的一些计划 甚至一些规划一些延期的活动 他在零国五十年初 他真正是认为那个是一个时机 就是再不发动的话 可能他有生之年来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有几个方面 一方面他自己在零国五十年代 已经算是年税越来越增长了 第二个 中国共产党他从相关的资料里面 资讯里面 情报资料里面 已经获得共产党的发展核武计划 第三个 那个时候 北越的战争是在最激烈的时候 因为共产党也参与了北越的战争 所以他认为 这个是发动反攻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口 大陆镜计划造成三年大饥荒 那让当时蒋总看着 民不聊生的时候 加上军事又准备要起飞了 我这个时候不打你 不趁你们国家经济不好 军事又还没有起来说不打你们 那还在何时 研判国际情势 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大好机会 已将到来 1961年4月 他指示军方成立国光计划室 要及了三十几位将官 都是蒋介石亲自挑选的 让这些将官来准备进行一个国光计划 就是要反攻大陆 而且这是摆开美国CIA的这个情报控制 自己独立去完成 那这些三十个校将官只有两个是上校 其余的都是这一个将军 而且有当时参谋总长彭孟奇亲自指挥 那这下面有很多的子计划 每一个子计划通通是在支援 所谓的一个反攻大陆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经过应该是 这个总部应该是就设在三峡的大陆 那在这个整个策划过程中 他也规划到要官吟发生所谓的反攻战争的时候 这种机关的疏散场所 现在我们知道的霍池湖是总统湖疏散场 池湖这个地点靠近了整个所谓的 北部的重要军事基地 有六军团 有这一个中科院 有这个装甲兵司令部 空降部队还有所谓的很重要的一些研究机构 都在这里 蒋介石喜欢到慈湖宾馆度假 捐防因此将慈湖纳入了紧急状况的 疏散计划当中 并且规划出两条的撤退路线 一条是走市区道路 从台北走新庄 然后经由桃园到大溪 另外一条则是走山线 从台北行经板桥土城三峡到大溪 蒋介石在看过疏散计划之后 只是总统府买下慈湖宾馆后方的这一片土地 也就是后慈湖建立一座箭矢的办公室 很多都是它的过想 就是说这里要做什么用途 它都自己会炒图 就是简单的炒图 这里要做办公室 这里要做黄空洞 后慈湖现在目前的这五间办公室 就是国防计划的战备指挥中心 用途就是用来说 当战争发生的时候 国防计划可以顺利的移植到后慈湖这个部分 第一个接待 接待可能是国外的元首或当时的盟军的友人 或是让自己在使用的 至于剩下的四栋办公室 分别规划由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 参军长周志柔 副秘书长黄柏杜 以及侍卫长胡兴等人使用 而这五栋办公室就盖在后慈湖旁的山林之中 旁边还有一条战备坑道 相当的隐蔽 可以躲避空中的敌激空袭 目前五间办公室包含 一直连连到池乎林寝 都会有一条步道去做串联 那用逸当然是为了便于联络 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共同的步道可以行走 可以发现这边的步道有个特点 它跟你们在一般家里的楼梯是不太相同的 它不太符合人力工学 那这是一个战争上面的时候的一个考量 因为蒋公晚年它的身体包含了行军打仗 它其实都不是这么的方便 所以它后来都是经过有人服侍它的情况比较多 所以会发现这边的阶梯跟它的实梯 大部分都是以比较长 但是它的高度是不高的一个设计 可以去做一个串联起来的 这面军事构想积极为反攻大陆做准备 但这五栋战时的办公室完工之后 却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反攻号角从没响起过 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已经残破不堪 蒋介石后来在阳明山发生了车祸 在它体力跟美军种种的监制之下 以及整个台湾跟大陆 已经美国跟大陆已经开始在做接触了 所以说种种的一个计划 使得这个国防计划 对反攻大陆的这个 等于它的计划 越来越不可能辞行 当年参与国防计划的军方人士都是一时之选 他们拟定了各种状况 想定详细的作战计划 和蒋介石就关在池湖宾馆的一处冰旗市里头 不断地进行秘密兵推 但吊诡的事 极其密的情资还是走漏了 到底有没有匪谍 有没有中共派遣人员被收买了 在里面卧底 因为常常一个突击计划 或者一个登陆的一个模拟显示 对岸都知道 所以说这里也是它这个 我们国民政府 在国防机会里面执行上的一个困难 想到这个事情 他就是说非常地痛心 所以担任这个 那时候的海军总司令 叫刘广凯 就被他策划 为了这个事情他策划 负责然后改组一些 所谓参谋本部的一些人 再来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 第一日的一个作战计划 这个在海军的这个 这个剑轮跟张江的这个中间 执行的时候 执行所谓海啸一号的任务 在运送特程的任务的时候 在东山岛 这个所要去遭到 中共的鱼雷的这个补给 等于也是这个 我们派贵的 对 补给计划失败 得不到每个人的支持 但蒋介石 还是不放弃反攻大陆 1965年11月13号 爆发了乌丘海战 我放林怀健 在执行接运伤患的任务当中 遭到中共鱼雷快艇集成 造成了将近百人死伤 而这一战 也集成了蒋介石 反攻大陆的决心 这个计划失败之后两年 他没有放 他还不愿意放弃反攻大陆 他说他有一次睡觉做梦 那个老人找了一个人 叫他去见他 见这个老人 让他去见这个老人 那个老人跟他讲 三年内可以成功 虽然是个梦想 但是你可以反映出来 虽然历经过国防计划的失败 挫折 他没有放弃 蒋介石有说过 不反攻大陆 这一辈子不看京剧 可是为了这个应景 人家这个 儿子的好意也不敢拒绝 所以说就安排了大盆俱下 雌湖是蒋家人生活的重心 蒋介石经常在这边过寿 雌湖同时也是蒋介石 运筹帷幄 思索国家大事的地方 蒋介石为什么对雌湖 如此情有独钟呢 有一次他去甲展山宾馆 然后突然到了这个大溪 雌湖这个地方 下车去解鎖 方便一下 他看到 怎么有这么幽静的一个湖泊 蒋介石在树丛之间 被眼前的湖光山寺给吸引住了 他发现雌湖像极了他的故乡 浙江省凤化县西口镇 他立刻差人打听 才知道这块地 是属于本桥林本源家族所有 树丛去问桃园县政府 然后调出来说 这个就是这个叫做新碑 也叫做白石湖这样一个地方 那这个新碑 它的产权是属于 板桥林家的 很有钱 那后来他早死大概光复了 后的第一年他就死掉了 那这个 他的太太叫做林智慧 听到有这个意象 然后蒋介石还叫炎家干 去询问他们的这个 可不可以给他们租 后来这个林智慧就顺水推舟 干脆无条件租给这个 台湾省政府 用水利地的名义就捐 租给他还不敢捐呢 为什么捐蒋介石不要 几星交社 林家后来在1955年提供了19公顷的土地 作为新建行馆用地 行馆在1959年6月13号完工 取名洞口宾馆 洞口宾馆由蒋经国找了杨卓成 杨卓成是谁呢 就是盖原山饭店的设计师的 他盖好了 那由这一个农工处 跟从上海来的一个 路根祭营造厂合力新建 这个是仿造 在浙江凤化溪口的 这一个所谓的风高屋 一模一样就这样子来复制 蒋介石世母至上 为了纪念母亲王太夫人 他在1962年10月 把洞口宾馆改名为 四湖宾馆 据说当初蒋介石看上这块地 除了景色优美之外 也有风水上的考量 蒋介石本来他就擅长观人像 以及这一个种勘语之处 所以我们看到他住的地方 从阳明山 从大溪 从日月潭 挑到的都是最好的风水宝地 现在看到后面这个是莲座山 他莲座山就是像观音座莲莲花一重又一重 那这个莲座山是属于西周山脉 整个山形看起来像一条 一条攀龙延伸着 那这边左边这边看过去的是白石山脉 它也是一个白石山脉也是一条龙 那双龙交汇的地方呢 刚好是我们大溪迟伍 后迟伍的突出来一个小圆点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就是龙族的位置 大溪有这样双龙抢猪的地形地穴 四个很重要的卸位 就是化犬化鹿化鹿化鸡 那大家可能就会想说 我们的两奖奉作在这个地方 没有错 我们的化犬的位置就在四个穴 不只是个穴 就是说一条龙出来 在附近你可以看到群龙举手 就是说你大溪的那样子的旁边的地底 最起码要是二条以上 以我们了解大概有十八个左右 就是它的外围 龙珠的位置就是这穴座所在地白石山 常年来军事馆制 慈湖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当年驻守在后慈湖的宪兵 流传着一把神秘关刀的故事 如果前面有个关刀呢 这个地方早期 为了让这边的军民比较平安 所以有一些比较迷信 跟一些风味上面的考量 相传这把关刀 原本被供奉在丹杠场 后来有一个新来的长官 认为这是迷信 结果被丢掉了这座慈湖桥下的溪流当中 说也奇怪 关刀被丢了之后 宪兵队就不得安宁 先是军车发生了车祸 接下来又由土石流押回来上方的中山市 没多久 这座哨所荒废走入了历史 当年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安全 军方派了一个营的宪兵就驻守在慈湖 在连接前后慈湖这个步道当中 设立的大大小小的许许多州的少数 而另外根据国光计划的要求 军方也花了两年的时间 建立起了给蒋介石避难用的战备坑道 当初考量到中共可能会对台湾发动核武的攻击 所以这一条战备坑道 它是采取抗核爆的设计 同时间也兼去地下指挥所的功能 据传蒋介石当年 他也在秘密地推动所谓的核武发展 进行一项新主计划 我们来看自然记者 河乃杰 陈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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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阳的报道 六度的高光侦察在那个时候 其实也是配合国光计划 已经掌握到拍到它的在西北很多据点 有这些军的核武设施 他就是从前十湖行馆 现在停留着所谓的大客厅 后面就有一个院子 那个地方就是进防空洞的时候 所以我们叫原子防空洞 汪源说的防空洞 就是因应国防计划 军方所建立的战备空道 陈锋的半世纪 在解除军事管制之后 终于曝光 这边在梁蒋来这边之前 是一个叫做千计煤矿 所以老蒋来这边之后 就发现这边有很多矿坑的隧道 是可以直接用来做一个改设 所谓的战备隧道这个部分 战备坑道年久失修 里头潮湿昏暗 昔日的反攻堡垒 今日已经成为是蝙蝠的侵袭地 出入口前的掩体 也蒙上了一层青苔 它是一个层梯形 它的左右两边会有一个凹槽 是当你要发生战争的时候 它可以顺利地撤隧道 所谓的战备隧道 它会有一个据点 去做一个抵抗 或者是做一些防守 它的设计 它会有一种不成平面的 它会有一些略为斜角 当你东西直线过来的时候 基本上是可以有一个 折冲的一个角度 不会这么顺顺的力量 打进去里面 掩体固热金汤 连接池湖宾馆 和后池湖总统府 战时办公室的 坑道主体周遭 三部一港 五部一哨 在池湖的时候 那边有一个 线密短影在那边 所以前池湖和后池湖 都是属于他们的这个情谊 在他们的军事的布置里面的话 其实是因地 去做一个制高点的一个管理 包含了钢绍的片部 其实它并没有说限定 我一百公尺之内就一个钢绍 它会映照地理的环境 做一个区别 跟一个设点最好的处理 基本上都是以 内绍是最贴近当时的管理者 或是当时的重要的人士 包含了前面的池湖林寝 跟后池湖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地方 越靠近远走的地方 它的钢绍是密集度越高的 包含这边山头上面 也是有很多的钢绍 但是都荒废掉了 这座战备坑道的设计 当年在世界上 可以说是如一无二 第一层用钢打造出来的门 厚度达到了30公分 这个就是防爆门 它的厚度大概30公分左右 主要它是手提武器 没办法攻破这个门 第二道这个门叫做 合身化防护门 它有一个抽风机 如果有合身化武器进来的时候 就有这个冲锋器 把这些毒气都往外抽 到里面那个叫做人员管制门 那就真正管制人员进出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门 防空洞跟这个战备坑道 当时农工处还有这个兵工 这个所谓六军团的工兵 他们也参与了一部分 他们有人说 这个像金门这样子的一个防空洞 那之后台湾的这一个 义务系的这个 这个增援兵 进去的第一天就给他一根勺子 然后这个退伍的时候 就是那根勺子 就是这样产子 军方花了两年的时间 建造出这条战备坑道 全长大约150公尺 呈F型的设计 南北两个出入口都有三道门 坑道配备有独立的机房 设置了救护站 仓库 厨房 以及卫浴设备 具有战时指挥中心的功能 即使遭遇敌人的猛烈轰炸 蒋介石依旧可以安稳地 在这里调兵前将 他们的城市当时就是摆 可能就是摆一张长毯子 然后一张长桌子 上面可能就是战备的军情电话 或是比较大的一些通信设施 但是它不会到很奢华 是一个很阳村的方式 因为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 你必须要就是一个 随时能够携带 离开这个地方的军用设备 在坑道的内部 至少储藏了两个礼拜的物资 万一真的抵挡不住中共的攻击 还有其他的撤队计划 这边的话其实它有一些应变的 一个转进的一个措施比较多 包含了很多大西的古道 还有一些四通八达 像是打铁辽古道 白石山古道等等的 整个磁湖地区的古道 是非常非常多的 当你要转进的时候 它可以折一个重要的步道 离开这边 但在后面的这一个 就是所谓的码头区 早期是用来让 所谓的直升机做起向 在国防计划当中 想定万一中共发动了核武攻击 如何维护援守的安全 继续领导国家作战 同一时期 蒋介石他也在秘密地推动 一个神秘的新竹计划 在1965年的时候 蒋介石就拨款了 1.4亿美元 请这一个中科院去研究 当时他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这个技术还不成熟 第二个原料 不晓得怎么来 那又不能让这个计划曝光 因为美国军事顾问团 跟这一个所谓的美国的CIA 是常常警钉的这个 美方不同意台湾发展核武 计划陷入了瓶颈 后来蒋介石过世 交由蒋经国接手 也是波折不断 张献毅他是从这一个 是军方派到美国去读书 去研究深造 可是在美国的时候 就已经被CIA所收买 那当时他们的一个条件 就是你回到台湾 那你就是参与这样的 核子的一个工程 到必要的时候 我会安排你出境 而且给你一个新的 这一个护照 获得这个身份 你要把整个计划 原原本本告诉我 和燕所副所长张献毅叛逃 美方再次掌握到 台湾发展核武的证据 由于美方的态度十分的强硬 新竹计划的命运 就如同是国光计划 只能够纸上谈兵 这次的重点 像中文人员的 执行的 继续 中文人员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